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指定接班人 报导一出来 政坛掀起了话题 这个说法真的是 柯文哲自己讲的吗 或者是揣测上意 甚至是假借柯文哲的名义 炮制出来的圣子 有没有可能呢 一个聪明的人 他是不会指定接班人 如果大家看看 亚历山大的故事 亚历山大是欧洲 当时最强的一个将军 打到亚洲来了 他有没有指定接班人 没有 所以每个人都在问 如果柯文哲真的要交棒 那么昨天民众党通过 延长他的请假 叫他干什么 造假吗 如果已经指定接班人 那照理讲 昨天就直接指定就好了 顺着这个 让接班人出现不就好了吗 干嘛让他延长请假呢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第一个时间被问到 柯文哲指定接班人的时候 黄国璋非常生气 咆哮 够了没有 但他真的是火大吗 还是心里暗爽呢 每个人都在问 也许用这个很生气的语气 来掩饰心中的暗息 有人就这么讲 真的吗 也不知道 如果黄国璋要接任民众党的主席 党内大将会服气吗 黄国璋 你加入民众党才多久就当党主席 你还曾经有确决诉说 绝对不干涉 不干预 政党的事务 所以整个民众党 是不是降临了一场兴风雪雨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呢 还是顺势关灯 干脆都关门算 每个人也都在问 这个议题真的是很有趣 值得大家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是我们的资深媒体员 邱明玉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新北市市议员 左冠亭 冠亭 勇哥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员 女议会小芒 勇哥好 大家好 来 我们的立法院 张蕊雄 史雍 勇哥好 大家好 来 我们台湾医事法律学位的执行长 罗俊轩 罗医师 勇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国民党前发言人 萧敬云 勇哥好 大家好 真的有指定接班人吗 我们先看个相关报道 力挺柯文哲 团结民众党 前一天民众党中央委员 才受牵手高呼团结 一致通过延长柯文哲架单 到明年二二八 没有想到周刊隔天就爆料 柯文哲在九月十八号 被羁押两周时 就已经预判案情走向 对自己不利 在庭讯时脱口说出 一人政党开始不能一人政党结束 一定要辞党主席要黄国昌接任 不然再来北市科 台志光 一个案子压四个月 不知道要几年 但因为柯文哲遭羁押境界 他辞职以及清点黄国昌 接班的密令 一直没有有效传达给党公职 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 跟我们的主席沟通 结果绿媒竟然可以自己 去说连我们都没有办法证实的话 民进党政府 请让我再强调一次 够了没有 如果这个周刊报导为真 没有人请假 却有人准假 那这个公正式的文书上面 不能有不实的登载 这是我有法律上面的责任 柯文哲是不是被请假 背后恐怕有一场党主席脚力 在酝酿中 呼声最高的非立员党团 总招黄国昌莫属 因为民众党部分区提名人 李真秀也爆料 柯文哲曾说健康出问题 就要交棒给黄国昌 但跟随柯文哲30年的蔡壁如 也传出曾向朋友透露 他不会被鼓 只有他能维持柯文哲路线 而且他现在不是立委 可以专心处理党务 似乎见指双簧 因为黄珊珊虽然被挺党权三年 却传出也有党员在讨论 能不能提早回复 黄国昌在民众党创党的初期 他人必不在 对于很多民众党在组织努力的人 他们是不愿意 刚加入政党不久的黄国昌 来直接担任党主席 蔡壁如有听口说吗 她有说她自己要参选党主席吗 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塞人 我看到台湾民众党创党以来 现在是最团结的 民众党成员虽然三句不离团结 但谁是接班人之争 恐怕将随着12月7号登场的 党代表选举撫上台面 党主席对一个在野党来讲 是很迷人的 不过阿伯说他不干了 真的吗 谁来接党魁呢 不知道 白营大斗法吗 也许 所以玩家讲 为什么会有个声音说 黄国昌被指定为接班人 可是在历史上 被指定为接班的人都很惨 等一下我要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不过先请民运来告诉我们 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要忘记今天是礼拜二 敬周刊又爆料了 好那这次爆料的部分呢 是讲说 这个9月18号 周刊连时间都点出来 这个是克文哲积压两个礼拜 9月18号 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提讯的 这个时间点 因为周刊讲说呢 9月18号 克文哲遭积压半个月的时候呢 他当时有谁在场 有证声员等律师 那还包括了检察官 这些人都在场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提讯的场合 然后呢 克文哲又开始有murmur的习惯了 因为不要忘记 克文哲之前不是 也在那个球车上面呢 也在murmur 关心这个沈静晶跟 彭震生的这个健康问题吗 所以看起来那个场景 是克文哲又在那边 murmur的时候呢 他自己就讲说 他就讲说 这个我接下来 还有北市科 跟台志光的案子 恐怕被调查 不知道呢 要压到何年何月 所以呢 我是一人政党开始 不能以一人政党结束 我一定要辞党主席 而且呢 还指定哦 要由黄国昌来接任 然后呢 他说这样子可以延续 民众党香火的能量 而且他自己也有力呢 可以来面对未来的官司 然后他说 一个案子就压我四个月 不知道还要再压几年 那我们这边就好奇的是说呢 当时克文哲才延压 两个礼拜 才积压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他怎么会突然脱口而出 北市科 还有台志光 为什么突然是讲这两个案子呢 当然啦 回顾过去 大家都知道北市科 是不是有涉嫌图利 为什么就是对新售这么好啊 不但这个免投资计划书 而且呢 还这个以这个低价的部分 标出去嘛 那台志光更夸张 台志光啊 你可以去发现说 在他的这个网路传输的 这个费率当中 不但应该要比中华电信 还要来的低 可是事实上 他不但比中华电信 他不但用中华电信的贫宽 还定出更高的价格 那所以克文哲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有涂力啊 所以他特别讲这两个例子 我们就觉得还蛮奇怪 好 那再来啦 就讲到说 柯文哲怎么会要指定 黄国昌当接班人 这件事情也非常有趣 那第一个啦 就是说 柯文哲看起来是自己想下车 所以我们常常在政坛讲说 坐轿的人想下轿 但台轿的人不让你下轿 看起来柯文哲的那个脚 都已经到了地上 他想要辞党主席嘛 但是你看昨天 民众党的那个下午的 那个会议当中呢 林富南就讲说 我们一致通过 我们让延长柯文哲 让他继续请假 柯文哲按照周刊的报道 他应该是之前就表示说 他在这个律师面前 还有在检察官面前 就讲说他想要死党主席 如果周刊报道为真的话 那是不是林富南这些人 就不让柯文哲下车呢 那更有趣的是说 柯文哲竟然还可以指定 黄国昌指定接班人 我就想问民众党 到底是什么党啊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皇帝 然后还可以指定下一个接班人 那奇怪民众党 说黄国昌就黄国昌 他们都不用选的 我觉得这个党是 非常的一个没有制度 但是我觉得 昨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场景 昨天这个 包括昨天的那个C位 你可以看昨天 紧急临时应变小组 他那个C位也不再是黄国昌 昨天是那个林富南 去做那个C位 林富南就直接宣布说 他们一致通过让柯文哲 就继续延长请假之外 而且他还讲说 我们未来的应变 我们未来的这有三个人 一个是林富南 一个是黄国昌 一个是李伟华 他说这三个人呢 就来代行职务 然后很好笑 他也转头问黄国昌说 你没有意见吧 还说黄国昌是本党的宝 还握着他的手 要表示团结 可是昨天的这个行径 让在外大家的眼中 都会认为说 这个林富南 你是不是想要卡昌 我们这边要发音标准一点 卡昌 要卡昌不是卡昌 卡昌 那为什么 就是这个消息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 当然有阴谋论 会认为说这个周刊讲说 柯文哲要辞党主席 还要黄国昌接任 那这个当场又指了郑申源 所以郑申源又是黄国昌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连连看 我们透过这个民众 民众党很喜欢连连看 通过连连看这个关系 是不是代表黄国昌 想透过郑申源的意思是说 柯文哲要来指定我 接任党主席 但是林富南 昨天又表现出了一个 卡昌的样子 就是用这个三个人 来代行党主席的职务 那所以我觉得 昨天的这个民众党 这个内斗 非常的有意思 那最后要讲了 现在要征党主席的 不只是黄国昌 那看起来蔡壁如 是不是也有意思 因为她也透过 这个大妈老司机 坦白讲 我觉得这也不用马赛克 这是一个群组的对话 然后说我们就是 直接了当 支持蔡壁如当党主席 没有二话 要和大妈一样 直接说出来 这大妈不就朱慧荣吗 所以我觉得 这也不用马赛克啦 然后后面也讲说 也对啦 要就勇敢说出来了 不要那个摇整家里 很恶心 那蔡壁如的意思是说 只有我不会被鼓 只有我能够 维持科的路线 还说我不是立委 可以专心处理党务 这个在在的 好像都是对着黄国昌而来 那所以呢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个困难 因为蔡壁如如果这个是周刊写的 蔡壁如说 他有意要去找柯文哲的太太 陈佩琪 还要寻仇柯家人的认同 不过他现在看到柯妈妈 柯妈妈不是对他很不爽吗 那但是蔡壁如也说啦 这不像我讲的话我对党东神 但是我们都认为说 这很像蔡壁如的一个语气啦 尤其说他对柯文哲是不会背鼓啊 这个事情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这个未来民众党的这个路线之争 还有党主席之争 十二月七号党代表 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备受观察的指标 所以大家看到了整个的发展蛮有趣的 尤其指定黄国昌接班 指定黄国昌接班 不过黄国昌今天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咆哮 很生气耶 生什么气 你是受益人耶 所以水庸 以你的年纪 你看过教父这部电影 教父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 是最经典的 谁获得最大的利益的那一个人 就是背叛者 当时教父就跟他的儿子这么讲 因为这些黑道在火拼的时候 其中有人要求说 我们来跟对方和解 教父跟他的儿子讲 谁要求和解那个人 就是背叛者 因为他就是得到最大利益者 这蛮有趣的 所以教父的故事里面 如果把他接到 这个今天的这些周刊的报导 你有什么感触 台湾民众长一定会讲 我们是黑道嘛 不是啦 我是说那部电影讲的话 不是说他黑道 从今天来看 这个发展来看 其实各个政党里面 尤其台湾民众 台湾民众长是一个大杂会 他里面有各不同的政党 有原来的民进党 我们的好朋友 也有新党的人 反正他是什么颜色 很会调 调到就是什么颜色都会有 听说有统促党的人在里面 对所以要知道有没有这些事情 一通电话打了一下就马上可以问 因为大家虽然现在不同政党 但是私底下还是好朋友 我说到那里 说你们柯文哲 说要释助 要指定 黄国昌来做东朱姓 可能 民众党的大咖说哪有可能 我说不可能 第一个他说可能 这样这伪胜棒 不知道 就是像你用的你刚才说的 谁受到最大的利益的 那个人可能就是一个背叛者 教父这样说 教父一步电影这样说 电影这样说 不是我说的 我一直在想 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进去到现在 你说怎么样延续下去 如果这个党主席 如果已经不再姓柯的话 台湾民众党不敢是谁来接 以他现在每一个人 你说黄国昌也好 蔡碧如也好 黄珊珊也好 这些有什么人 要听什么人的 说到其他人 说到黄国昌 是说你这不怎么来 哇 怎么搖行的 这样讲的也不太好听 可是黄国昌现在声量就是大 那另外蔡碧如 蔡碧如说这些我比较相信 这个口气 我现在不是立委 可以专心处理党务 这句话似乎以前 以他以前的表现 好像也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味道 他说他对黄恩就不败 这个我也要相信 我肯定 这个我相信 这个我也要相信 所以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蔡碧如 说代理党主席 他就说就是我 就是我蔡碧如 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真的只有这些人吗 一个党主席 你说他代理下去了 台湾民党人空空 柯文哲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 他就不会这么自商 一戴理下去 柯文哲你是哪 路人夹呢 路人夹在那边 可以走哪里 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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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柯文哲 他的政治判断 不至于这么笨 但重点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消息 会跑出来 有的指定 说什么人 在当庭 在庭上去讲说 谁 黄国章来接党主席 黄国章听下去一定很不错 开玩笑 可以哄 哄下去了 不是说我们一直在笑声 我又有那些切结 说我们不要跟他干涉党物 心本来误会不可以说是的 喔 你意思是说 心本来很爽 我看你的意思好像是这样说 不是 那听电子一定很爽 这样我要告诉大家 到底有假心吗 不愿接棒阿伯吗 要吃假税里吗 张艺善怎么讲 柯文哲的律师 郑森源 是台湾公益 接避即吹哨者 保护協会的理事 黄国昌是理事长 郑声源是黄国昌 介绍给阿伯当律师的 所以周刊报导在法庭上宣指 国冲上位 应该是谁放的消息就不难猜了 就是说谁就是最大的得力者 教父的故事就告诉我们 揪小草动态 有猫腻哦 张一善说 民众党网军指挥权已经悄然移转 张一善表示 骂克文哲的时候网军都不来 所以现在你骂克文哲网军不会动 可是只要你一骂黄国昌网军就来了 表示白营网军指挥权悄然的移转到黄国昌下面了 所以呢 黄国昌竟然听到说 他要接党主席的时候咆哮说 够了没有 党务不容 绿媒说三道四 克文哲传为密令 困在看守所 黄国昌要接班 还得过三官 哪三官 检察官 然后再来 签署文件后律师带出来 还要还要在党主席选举中要赢 所以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冠廷 到底是怎么办 我觉得黄国昌真的生气 因为他突然一叫醒来 发现他每天骂的那个镜周刊 说是科幻小说 对不对 他变成是最佳男主角 而且这最佳男主角 大家认为哎哟 这个新闻出来谁最有利呢 可能就是这个男主角最有利 所以他在抓狂嘛 首先第一个问一个问题 黄国昌想不想当这个党主席 想 全台湾啊 现在不管大家认为 柯文哲 有没有图力啊 柯文哲 有没有贪污啊 我相信大部分都觉得黄国昌 非常想当这个党主席 为什么 我有所本 大家记不记得几天前 黄国昌出来公开对大家讲 他说应该要有好的合法途径啊 让柯文哲知道 也让大家知道柯文哲怎么想 黄国昌很需要柯文哲的讯息出来 跟大家讲 让黄国昌当主席 这是黄国昌想的 来往下挖一层 为什么黄国昌需要柯文哲这个讯息出来 因为如果民众党上上下下 都希望黄国昌当党主席 何需要柯文哲下令 就是我们会讨论这么多 什么蔡碧如啦 什么柯妈妈啦 什么柯美兰啦 什么七个六个三个黄珊珊啦 这一堆好朋友 民众党的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没有全部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黄国昌嘛 所以黄国昌 他很想当 那今天这一个 靖州刊写出来之后 他变得不知道怎么办啊 因为所有人就会怀疑说 这讯息是不是跟你友好的人士放的啊 你要怎么办 他只能做一件事 骂这个绿梅嘛 不好意思 你骂得很没有道理 什么叫党务不容绿梅说三道士啊 你用一样的逻辑好不好 那从今天开始 民进党的党务 不容得你蓝白说三道士 这是什么极权思维啊 党务当然可以被社会监督啊 我现在只问一个问题嘛 你柯文哲到底 有没有在里面讲这个话 目前没人知道 黄国昌可以做一件事 你可以跟大家讲 我绝对不接党主席 他不会讲这个话了 绝对不讲嘛 对不对 党主席这么重要 暗爽耶 所以表面上骂啦 但背后他实际上 还是在运作一件事情 就是让讨厌民众党以外 讨厌民进党啊 然后支持柯文哲这些力量 转而支持黄国昌当主席 可是这条路还有很长路要走 不过要接党主席必须对党要有忠诚度 这一定的嘛 请问黄国昌跟蔡壁如哪一个人对党比较有忠诚度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蔡壁如 黄国昌你不是从时代力量你抛弃了就跑来这里 你以前有抛弃多少人包括太阳花 你有没有抛弃人家 只为了你个人要当立委 只为你个人的政治前途 你踩在太阳花这一些年轻人的头上 你踩在时代力量的头上 你跑到民众党 而且还敢写下切结书说 我绝不干涉党务 不进入党务 现在你要当党主席 所以显然以黄国昌以前他的作为 还有他对时代力量对太阳花来讲 这个人忠诚度是被打问号的 可是再看一下蔡壁如 蔡壁如对柯文哲是忠诚到百分之百 为他抛头颅撒热血他都愿意 所以小放这样讲起来 到底谁爱家够稀里 还在那边刺咆哮说够了没有 到底是谁 是那个我们其实从今天 《镜周刊》上面那个简讯 就讲得很清楚 百里人爱吃够稀里 其实人家已经点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要一起来支持 碧如姐 那谁百里人爱吃够稀里 就是黄国昌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黄国昌抛弃很多人 抛弃太阳花 然后抛弃过去支持 他的这个时代力量 但他最严重的是抛弃过去 投票给他的细子选民 还记得吧 他投票给他的细子选民 最后他想到了说 这可能我来选 不一定会选赢 那怎么办 我就却战神 我干脆把戏纸 整个都抛弃掉 我不选 所以正是黄国昌 抛弃选民 他心中根本没有 所谓的一个理想 不过我觉得 黄国昌 国昌有两失 从这件事情上面 为什么我说他有两失呢 第一失是在昨天的时候 他失掉了民众党主席的位置 因为现在看起来 尽管他在上个礼拜精心操作 那他的子弟兵 李真秀出来讲说 柯文哲在今年四月的时候说 我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传位给国昌 可是柯文哲身体兵没有不好 他还可以一日双塔 他身体哪有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 你说那个是黄国昌的子弟兵 对 李真秀 对 李真秀他是黄国昌办公室的 办公室的 在他办公室实习 李真秀是哪一国人 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对 黄国昌 原来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当你的子弟兵 因为那是民众党的被位立委 被位立委 所以现在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来实习 所以当这个李真秀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出来拱黄国昌 但是呢 这个风向球一抛出来以后 民众党心里面 有一些的这个民众党内的人士 已经有所警觉了 他们的心里面的那个警铃就大响 所以在昨天才会有那样子的一场 十四个人 来我们来团结一下 然后来这个国昌 我们一起很团结吧 然后我们 这是他昨天演那场戏 所以他第一师失了主席 第二师呢 失了刚才这个名誉所讲的 应变小组的那个召集人 因为他昨天应变小组的召集人 本来是在民众党内 这个化世王 他应该是化罪也跟到 可是昨天被林复南 三人小组一局给他解决 所以他昨天是国昌两师 但碧如有一德 怎么说碧如有一德呢 因为碧如虽然说 这个 那个不像我会说的话 可是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另外一则新闻 蔡碧如说怎么样 他说我希望 我能够把这个民众党 转型成为一个内造政党 我们还在想说 什么东西叫内造政党 其实就很清楚了 原来他就是要希望改造 我要把这个民众党 不希望他能够 再一直变成一人政党 我希望他能够变成一个 这个真正的 能够代表第三势力的一个政党 所以这是蔡碧如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才说国昌两师 必如一德 然后至于谁传出来的话 你如果今天听到国昌老师 骂静简 这科幻小说 那我就相信 这不是国昌老师的 原来他今天没有骂 只证明了一件事 原来这个科幻小说的作者 就是你黄国昌自己 不过我还是觉得 黄国昌应该要自清一下 这不是我放的消息 因为赵旅长 柯文哲他在收押静见 收押静见的时候 检察官提讯 在9月18号提讯的时候 他跟庭上讲说 他要辞党主席 请问检察官有问你这个问题吗 没有啊 检察官不会问你要不要辞党主席的问题吧 不会嘛 怎么会自己去讲这个问题呢 9月18号 遭羁押半个月的时候 预判案情走向对他不利 庭讯时脱口说出 一个人政党不能一个人 结束 我一定要辞党主席 要黄国昌接任 请问这句话 这句话跟他的官司有什么关系 显然没有关系 可是今天为什么今天会传出来 会传出来难道是检察官对外放消息吗 还是律师对外放消息 因为会在庭上听到的 大概就检察官本人 律师当然还有罚警 所以大家在问 这谁放的 这个是个大问题 所以呢 再看看 所谓的忠诚度 黄国昌这个人有忠诚度吗 人家是跟他打叉叉的 可是 看到了张义善讲的话 郑申源是柯文哲的律师 他是黄国昌介绍的 是不是这样子 再看看现在不只受惠 阿伯身上悲的罪越来越多 所以从这整个发展来看 诶 罗医师 这个发展蛮有趣的 怎么看呢 对 刚刚我们在讲这些议题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现场所有的人 都气定神仙 就准备看一个有趣的武侠小说 之前是科幻小说 延祺小说 现在武侠小说刀光学影 他们修台 我们站在检山 看这个买的状态 刚刚一开始勇哥说 这个教父曾经讲过什么话 后来我们瑞雄大哥说 这不是啊 这不是啊 我在说一个事情 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对话 让你联想到黑道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对他们就是黑道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黑道的行为 各位严重的组织犯罪 只是黑道是在外面抢银行 在贩毒贩卖人口 他们是直接进到市府的团队里面 跟财团拿刀叉吃人肉 对他们就是在做黑道的事情 那回过来看这个刀光学影的意义是什么 对台湾社会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有些教化意义就是说 一人不要买做 买买做意义义 你前面所努力的东西 全部都束导胡孙散 我们去看现在状况是 民众党在讲说 谁是下一任的党主席 我觉得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是说民众党下一任党主席 他还有没有下下任 各位一个政党走向灭亡 大家抢着要当末代党主席 为的是什么 一定不是历史流民 为的是他还有那么一点平台 可以做什麼 可以找到一些錢 找到一些權 找到一些資源 我們每年一點五億的資源還是給他 他在這個平臺上呢 他們的部分區可以跑到地檢署說 你把他斬出來 我要刪你的預算 請問一個黑道組織 如果沒有民眾黨這個平臺 他可以這樣子做嗎 可是我要講的是 你們每一個人都在爭取什麼 爭取當末代黨主席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還有 政黨政治 他其實是公共財 這麼多人一起去做公共是為什麼 為了讓國家更好 那請問那些小草跟隨你們在幹嘛 他要學習人生的道理 他希望臺灣更好 結果現在呢 你有沒有把他當成是重要的公共資源 在運用 沒有啊 你繼續在騙他 繼續在動員他 繼續在情緒勒索 所以我要講的是誰當黨主席 真的那麼重要嗎 黃國昌你不得去唱啊 去跟你的蔡壁如搶啊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要講的是 柯文哲最著名是什麼 他說他是葉克摩之父 各位 葉克摩什麼時候裝上去 就是當一個人器官都衰竭了 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可是在當中又希望說能夠做一些移植 時間來不及怎麼辦 把一些人工維生系統裝上去 叫做葉克摩 各位想一件事情 剛剛這些事情 柯文哲在土塵 他只能眼睛睜著看這些人在那邊亂 他什麼都不能說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民眾黨裡面專家很多 他們現在全部都是什麼 台灣的葉克摩專家 裝在誰身上 裝在柯文哲身上啊 他眼睛驚明說 哎喲 你們現在土塵出來幹嘛啊 他說你也不能說話啊 我們自己講的算啊 所以黃國昌說什麼 我現在選新北市長啦 以下要代理主席 以下要生氣啊 各位 都是什麼 台灣會 台灣會講的啦 這幾年喔 比較少看到啦 不過可以學起來 叫做 搖整個假小禮啦 其他很想要 但是又不敢說出來 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們覺得啦 一個社會的公共資源 真的要非常珍惜 這一場鬧劇 真的鬧很久了 現在最後什麼 都是搶來搶去啊 不好看的畫面 但我認為所有民眾 其實這段時間 大家身心健康都提升很多 我們要繼續氣定神仙 好好把這個鬧劇看清楚 下次選舉要把這些壞蛋 全部比起在政黨政治之外 所以黃國昌 今天被周刊爆料說 阿伯指定他當黨主席 指定接班人 如果大家記得羅馬前 羅馬帝國之前的 亞歷三大的故事 亞歷三大 其實亞歷三大的故事 就是告訴我們 民主課程的第一課 不要指定接班人 指定接班人 只有在極權國家 你要知道亞歷三大 他十幾個將軍 他當他中毒知道 他自己會死的時候 他有沒有指定接班人 沒有 因為他知道 十幾個將軍 譬如說在場六個 來賓 我指定接班人 莊瑞雄 另外五個就聯合起來 打敗莊瑞雄 因為五個人聯合起來的力量 一定比他大嘛 軍力就會比他大 這個接班人會被消滅 一被消滅呢 其他人都不是他的接班人 既然不是他的接班人 亞歷三大知道 這樣子我的接班人 一定會被其他的十幾個將軍 聯合起來先把他消滅再講 消滅了以後 他們再互相去請雜 然後一個真正的帝王就出來了 可是這個人不是你指定的接班人 回到羅馬以後 不好意思 亞歷三大 你的家人 我幹嘛尊敬你 我就 嗯 就把他消滅掉 所以你看看毛澤東會捧著孫中山 蔣介石又捧著孫中山 我都是他們的接班人 為什麼 因為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 所以每個人都要說他是他的接班人 所以呢 這十幾個將軍不管誰最後變成帝王了以後 因為每個人都捧著亞歷三大的牌子 說我是他的接班人 所以每個人 因為他沒有指定接班人嘛 所以最後等他回到羅馬 贏了當了帝王以後 他必須對亞歷三大的家人照顧有家 所以 蔣介石照顧孫中山的家人 你看看毛澤東也照顧孫中山的家人 所以指定接班人是很危險的 難道柯文哲 他不懂得這個嗎 民主的第一課沒學到嗎 所以靖遠 我講了這個故事 稍微講一下 這個故事是電影 亞歷三大裡面的一個情節 所以從電影裡面看到歷史的故事 我們學到很多 怎麼會去指定接班人呢 所以在從教父的故事 誰是得利者 就是放話者 會不會是這樣子 沒錯 從這一點看得出來 柯文哲真的是歷史迷 他很喜歡看宮廷劇 然後又喜歡搞這個宮廷鬥爭的這一套 他不是很喜歡這個自比為毛澤東嗎 自比為雍正 然後他又說他崇拜毛澤東 既這個集權然後又獨裁 看到說這個什麼 黃國昌這個儀式 這個鏡周刊在講說 這個有人在那邊講說 要讓黃國昌指定接班這件事情 就讓我想起這個清朝 這個九子奪敵的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九子奪敵之後 後來雍正繼位之後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建立了這個秘密立除制度 有沒有 把這個皇位的繼承人 放在這個前清宮的什麼 正大光明的這個匾額之後 但是這個是要等到這個皇帝駕風之後 才會把它取出來 我不確定現在民眾黨 是不是面臨這樣的狀況 然後宣布這個 這個繼承人是誰 這是一個嘛 然後另外搞指定接班 最有名的是什麼 是共產黨 從鄧小平開始 他們搞了什麼 他就是為了怕 剛才我們勇哥提到的 你如果立除之後 大家會起來 要去攻擊這個 被指定接班的這個人 所以他們搞了什麼 隔代的指定接班 鄧小平指定這個胡錦濤 然後江澤民指定了習近平 可是我們從這個歷史 看到現在這樣子 這個都沒有好下場 這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眾黨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到底這個消息是誰放的 我覺得大家都通常會講說 對誰有利就是誰放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推論 可是這個很明顯就在 拔草測風向 測誰的風向 對誰有利就在測他的風向 上個禮拜四在節目裡面 我才跟大家講 就是說 黃國昌現在想要營造出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劉備在白地層脫孤 有沒有這個你看 9月18科文這招機啊 半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研判說案情對他不利了 然後還在說 這個不能只有一人政黨 萬一我出事的時候 一定要由黃國昌來接任 這個消息都可以傳出來 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在白地層脫孤嘛 但是咧 這個不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當初白地層脫孤的時候 是劉備對諸葛亮講 這個劉禪繼位 但是如果劉禪無德做不了的話 你自己繼位來當這個皇帝 所以為什麼我說白地層脫孤 不會成功 因為黃國昌是想要自己來繼位 他沒有想要去好好輔佐 這一個人 所以說我才講說 這個不會成功 等一下 人家諸葛亮是馬上說 我絕對不會接地位 我一定輔導阿斗 我這阿斗再怎麼差 我一定輔導他 人家是馬上拒絕 變成接班人 這是諸葛亮 可是黃國昌他咆哮 他有沒有說 我絕對不接黨主席 有嗎 所以說這個就是黃國昌 他今天這個週刊的報導 我們先不要講說 是這個國昌老師自己放 他可能沒有這麼惡劣 假如是有人好事 想要故意去離間 民眾黨內部的話 我是黃國昌 我會做什麼事情 這個都是有人在亂放 現在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絕對力挺柯文哲 到底沒有什麼代理 黨主席的問題 他可以這樣子講 他也可以不用講說 之後萬一真的柯文哲不當了 或者是柯文哲沒辦法當了 要不要我接班 他可以不用這樣子講 但是他今天連這樣子的話 都沒有講 他也可以講說 我絕對不接 對 你也可以講 他為什麼不講呢 所以不免起人疑鬥 這個是奇怪的地方 那現在民眾黨內部 還在講說什麼 講說這個黃國昌 這個柯文哲 想要這個下車 然後這個身邊的人 不讓他下車 講真的 柯文哲這個下不了車 也不是第一次 大家不要忘記 今天十一月十九 去年十一月十五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藍白的六點協議 有沒有 簽出來之後 這個柯文哲本來想要下車 結果隔了兩天之後 他們黨內風雲變色 不讓他下車 你一定要給我選到底 因為你柯文哲沒有選到底 對我們來說 可能有很大的這個損失 所以說這個柯文哲 過去一直講說什麼 他超越藍綠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超越藍綠 只是我不確定是超過的超 還是超票的超 因為這個民眾黨 現在面臨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絕對不能 在這個時候去動到主席 這個位子 因為只要一動的話 柯文哲一倒 他們全黨都跟著回 所以 水庸 你是律師 不只收賄 現在 揭露了柯文哲 利用目可洗錢 吝嗇兩大罪 所以 現在 今天北檢提訓 李文中 大家現在再問 李文中會不會被炎壓 如果他被炎壓 或者他被放 不管炎壓還是放 大家都說 如果放 那可能變污點證人 如果炎壓 那表示事情越來越大條 所以不管放還是炎壓 好像都對柯文哲不利 因為 為什麼 除了原有的圖利罪 以及違背植物收費罪以外 還被列為洗錢 侵占公益款的被告 因為有一些錢 他 放到他自己口袋了 譬如說很簡單的 兩百萬的 謝國良的 這就簡單的 好 另外 金華層 蓋到哪裡 就會查購到哪裡 簡單關著 殺手箭就在這裡 所以 沈慶經認罪與否 限兩難 他如果認罪 那乾脆就變污點證人好了 這一變污點證人 那包括李文中 可能包括 柯文哲 這下是 柯林文就不不利了 所以從這裡整個來看 他包括今天 指定接辦人的出現 這個有意思 這可以做一些連結吧 指定接辦是這樣 我要看 古早時代 風帝到哪裡 指定接辦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指定接辦後 監守官員 我比喻叫做 玉族 用柯文哲的情境來比 但我認為他真的不會那麼笨 你看以前 你看那個蔡秘露 又跳出來 那語氣我怎麼看多像 他跳出來 很以前的 菸太子丹一樣 他去做人子 做什麼 回來後 我就派 派那個 金科 去刺殺 那秦王 他這個意思 如果說蔡秘露有想要賣 就是一個目的嘛 就以後繼續要藍白河嘛 那你這個李文中 放出來之後 我跟你說 柯文哲都要軟腳 那如果放出來 柯文哲就軟腳 所以他如果交保的話 柯文哲軟腳 柯文哲一定軟腳 沒有這個食物上我們看太多 朋友是這樣 你以前出去了 你以前出去了 然後最後 我來生辰 這不就叫朋友 這同學五十幾年的高情 但是 現在說同學的朋友 是說 你如果是我 科文哲的朋友 你就應該做什麼 你自己很清楚 叫他當嗎 你如果說出來之後 他腳就軟掉了 他說他不用人了 這第一個 看起來 你說你說 他裡面木核公司 如果周端講的這些內容 都是屬實的話 這個確實真的會有 那個公益侵占的問題 有那個公款 你都會侵占他 我拿著他兩百萬 社國人那兩百萬在投啊 不然李文中其實也很好講 我都不知道 人都不是我台 那我上面有老闆 他叫我做什麼做什麼 那什麼錢我也都不知道 他很容易可以這樣講 一句不知道 百萬沒待 所以 比較簡單 問題就簡單 我就說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認為 我認為你這對整個犯罪 整個嫌疑裡面 你涉嫌非常重大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李文中 看他看後面的發展 他如果說不知道 我認了他就嚴押了 一定嚴押了 但是 沈慶經老狐理 沈慶經的想法就是 就算有了 我行賄罪 你想要跟他怎麼樣 這老狐理 成功所以也很重 整理上七年了 他會想想的 不可以這樣 他說你要抓 不是要抓我 我一個老狐 我愛錢而已 我生理人 大家如果外國人也知道 我沈慶經叫做兼商 你現在大家要 你壓我 你是要壓 你們是要政敵的 要處理那個政治上 那個大條的 我 我是送錢 由人的 沈慶經的想法一定是如此 不過如果他要賣鬼不是更好 整個人送出去 錢收回來 整個人說一說 如果他去說出來之後 社會也難做人 他不說也難做人 不是一樣 名聲一樣 就賣鬼了 對啦 沒有做的時候 名聲其實也不太好 你這個沒關係啦 你現在如果緊緊的之後 確實啦 因為畢竟是行賄的 被告而已 那事情之後的 整個案件就全部落幕 那時候柯文哲 不是只有腳軟而已 那沈慶經放出來 柯文哲就是 他會變這樣 這是什麼人生 他就只能對天呼嘯 沈慶經如果放出來 幾乎就差不多 這個案子就全部落幕了 所以從這裡來看 難怪指定接班人 跟整個民眾黨 他的存亡有極大的關係 因為接班人 必須要絕對忠誠 尤其當黨主席 必須對這個黨 絕對忠誠 問題是 這個接班人有忠誠嗎 假如真的是指定 黃國三為接班人的話 這個人有忠誠嗎 大家都在問 因為這個人跳來跳去 背叛了太陽花的年輕人 站在太陽花年輕人的頭上 往上爬 爬到那個高峰以後 就一腳把它踢開 叫做過河招 他的人格特質就是這樣 這個接班人有忠誠嗎 可是如果換一個 蔡壁爐 蔡壁爐的忠誠 其實大家是肯定的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除了這個事情 除了這個事情我們要繼續關心 要繼續抗議 其實有一些事我們也不能不關心的 就是上百個律師抗議修限訴法 為什麼上百個律師會來抗議呢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呢 欸有意思 所以冠廷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法學教授這四個字 現在聽到之後 很多人覺得是一場笑話 對我以前大學的那個 所謂民法蓋藥啊 行政法老師真的很對不起 為什麼 因為兩個人的出現 一個人叫黃國昌 另外一個人叫翁曉玲 欸翁曉玲啊 最近搞了一件事情 讓上百位律師上街頭去抗議 這事情上網路鬧得很大 而且勇哥今天要特別感謝你 今天這一集講完之後 一定一堆人寫信感謝你 因為這一堆律師都講說 你們這段節目都不討論 我們這場遊行 我們今天好好討論 好好討論一下 為什麼 因為律師走上街頭 是很難得的事情 以往律師在法庭上面 對不對 然後在上面 展示自己對當事的權益 還是對一些想法 可是要走上街頭 代表說我們台灣 真的發生了狀況了嘛 這發生什麼事情 修改憲法訴訟法 翁曉玲 他們現在呢 要把大法官 把他的運作 完全面性的停擺 簡單來講 他就是把我們現在的名額 現在我們大法官有八名嘛 他要把他名額門檻調高 變成說十名以上 這大法官讓他的那個 憲法法庭才運作 可是他會產生一個狀況嘛 就是只要藍白 他們不同意大法官的同意權 那整個憲政法庭就停擺了 我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啦 沒有一個國家 會讓憲法法庭 有一天停擺的啦 因為憲法是保護人民 最後的權益嘛 今天有一天立法權 過度的擴張了 有一天行政權 過度的擴張了 比方說 今天有一個立法委員 假設他們通過了一個法令 說 女性 他有一些被歧視的一些 法條出現了 誰會守護我們 大法官 他會說 這個違憲 因為不能歧視女性 今天突然通過一個法令 講說 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 誰會保護我們 大法官保護了 因為違憲 憲法有宗教自由 所以今天這個遊行訴求完了之後 翁曉玲居然嗆他們 他直接想說 你們這些人啊 第一個 你們都是拿了一堆政府的標案 第二個呢 沒有寫在上面 他說你們這一堆是廢死律師 他說這些律師有些人主張廢除死刑 還是有兩點 徹底打臉你翁曉玲 第一點 他點名的幾位大律師啊 說你們的事務所拿很多政府標案 經過我們去查了之後 因為那幾所律師事務所 真的是台灣太大的大律師事務所 政府標案 無論藍營執政 綠營執政 地方政府 就一定標給那幾家啊 不然你要去找哪一家 翁曉玲推薦一下好不好 那個兩個人的事務所 三個人的事務所 那幾家被點名都是 大間的律師事務所 大間律師事務所 拿到標案的機率一定比較高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喔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他講廢死律師 他說這一群律師啊 有幾位啊 都主張廢除死刑 欸 拍謝喔 你廢除死刑 每個人都有不同看法 像我不主張廢除死刑 有人主張廢除死刑 可是你把廢死這兩個字 當成張字 把這些律師當成是張的人 拍謝那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當時你在國會擴權法案 在延遲辯論的時候 站在你旁邊的大律師 理念主大律師 他是廢死辯論的訴訟代理人耶 你旁邊跟你一起打 憲法訴訟的那一個人 他是主張廢除死刑的 你會不會覺得很髒 你憑什麼人家上街頭 就罵人家髒 在你旁邊的人 主張廢除死刑就沒問題 雙標嘛 所以你看他最後就只用一招 他們跟民進黨的關係是什麼 一點都沒關係啦 國民黨馬英九時期 提名的大法官 這幾天大家看到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他的發言 這難道是民進黨提的嗎 再來翁曉玲除了搞這個 憲法訴訟法以外 另外搞一個吳思懷條款 這個條款很誇張 這個條款簡單講就是 我們退休的將領 我們跟國安 陸委會相關的副部長以上 次長以上的人 如果你卸任之後 你到中國去 你不能參加中國軍方的慶典 你不能參加他們有朗誦 什麼軍歌等等的活動 這不是合情合理嗎 你拿台灣人的納稅錢 拿中華民國納稅錢 退休縫 然後那個退府 結果你要跑去那邊去致敬嗎 所以這被稱為叫吳思懷條款 沒想到翁曉玲他們要提案 把這個吳思懷條款把他刪除 結果現在國民黨有一個案外案 國民黨現在正在查內鬼 國民黨現在在查說 這個訊息怎麼會 我們還沒承案 就媒體先寫了 然後他在瘋狂查內鬼 而且還有國民黨立委跳出來說 我們已經快查到了 查到了又怎樣 現在翁曉玲他說 我還有三年未來會來推啊 他直接講說不會讓媒體帶風向而失交 他絕對要讓這一些退休將領 可以去中國唱軍歌 讓這一些退休將領 讓去中國可以參加的慶典國鬥 結果翁曉玲還嗆喔 他說難道啊 我們到美國 聽到美國國歌 唱美國國歌也算傷害國家尊源嗎 不好意思翁曉玲 法律教授這四個字 你真的當得起嗎 美國有要併吞台灣嗎 美國有要侵略台灣 把台灣人送那個集中營嗎 結果你今天對一個 我們每天要併吞台灣 而且跟我們兩邊國家關係 常常國民黨民眾黨 大家講不清楚 到底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國家 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一個國家 講不清楚的狀況底下 你要支持他們去致敬嗎 你要支持他們去唱國歌嗎 結果他最後還講了一句 他說難道退降到天安門 看到生五星旗 要立刻蹲下或嗚住耳朵嗎 那我認真問你翁曉玲 難道你把這一個條文刪除之後 你支持中華民國的退休將領 去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歌嗎 你自己搞清楚吧 我至少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民進黨啊 雖然不樂見這個法案通過啦 我們也會努力黨啦 但是從政黨支持度的狀況底下 翁曉玲 你多當幾天國民黨的立委 對台灣不錯 應該是對民進黨不錯吧 因為他對台灣真的不好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大家再看看這個 憲訴法不休災難下場 黃國昌說三十死求 勢必非常上訴 全民買單 你看他用這個要來恐嚇大家 因為其實大法官的解釋 有沒有廢除死刑 沒有 大法官只是有條件的贊成死刑 那個條件是說 我們必須要尊重人命 要稍微嚴肅一點 只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說要三個法官 五個法官通通判死才可以執行 結果他說這三十個人啊 這個死求 他們當時的倦重已經被銷毀了 所以這三十個人可能就沒辦法執行 是這樣子嗎 暗注國民黨嗎 白銀將自提限訴法的版本 所以綠營就轟說 想包牌騙三歲小孩子 所以換句話講 民眾黨是包牌耶 他什麼都要 這邊也要討好 這邊也要討好 他什麼都要討好 所以 欸 茗玉 這很奇怪耶 所以啊 翁曉玲說白尾私下都挺他提 限訴法的修法 所以周軒說早說過嘛 民眾黨就是包牌嘛 就像柯文哲就是包牌嘛 他一會兒說他勝率 然後呢 他又跟藍的站在一起 然後又要兩岸一家親 這不就是柯文哲的包牌嗎 原來民眾黨都是包牌的嗎 欸 茗玉 這越看越奇怪 再加上這一個 欸 翁曉玲到底在講什麼 你們拿民進黨多少標案 其實拿標案拿最多的 國家標案拿最多的 都是那幾間大事務所 那幾間大事務所 幾乎都是支持國民黨的 我先講啦 就是說上禮拜有153個律師 出來挺嘛 就是守護憲法的遊行 那那個翁曉玲就笑他們 那我就問翁曉玲 人家有153個 你不要多啦 你15個就好啦 你找不到15個律師出來挺你的 連他自己都不是律師 你叫他哪裡去找律師啦 那我相信他還是勉勉強強 可以找到兩個啦 他可能到時候出來開記者會 左邊是吳宗憲 右邊是黃國昌啦 他可能最多啦 大概出來兩個啦 可能還有一個大法官會站在他後面 陳春森 陳春森 會不會 我看他老公到現在 我一直都沒有講話喔 我實在很想跟我的老師 陳春森是我老師 我想出來說 你可不可以管管你的太太 對 你真的是 好 雖然他們夫妻家務事 我不用管好好交就可以 不不想講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嘛 就是說你 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多 你就找15個律師出來 聽你的版本啦 好 那但是事實上 我就想要做一個民調 就是如果真的不分區立委 可以罷免的話 我相信真的汪曉玲 應該是大家想罷免的第一個 不過我覺得冠婷說的好啦 把這個汪曉玲留著 你就知道國民黨 到底這個票數還可以 到底可以再拿多少 就朱立倫也管不了他 然後大家都管不了他 我覺得真的非常奇怪 譬如說我就講一個 吳思懷調侃就好 吳思懷調款就好了 他說這個吳思懷調款 你知道他說的 他要撤案 事實上也不是這麼回事 事實上因為他的連署提案 人數也不夠 人數也不夠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你光是法律案 或是你的這個提案 你至少要10到15個 這個立委來連署嘛 那當時他的這個連署啊 有除了這個什麼 傅崑琦 林思敏 陳永康之外 還多了葉原資跟這個羅志強 結果羅志強就趕快撤掉了 因為他覺得知識體大 所以他就趕快撤掉 那葉原資呢 他被人家罵死了 葉原資就講說 沒有啊 是因為剛時那個 翁曉玲給我提的 給我那個案子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陳永康簽了 然後他想說 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簽 立法委員在簽法案 可以說因為我不好意思 所以不簽 立法案不是用他自己的判斷 不是用人民的利益來判斷 原來是用不好意思來判斷 拜託的 這張禮物也差不多了 所以可見啦 所以可見葉原資根本也沒看 那個提案 他就看到陳永康簽了 他就他就簽了 所以但是我覺得後來 後來他這個案子 應該也不成 因為就鬧大了嘛 也沒有人敢去簽他的提案 他不滿15個 所以他根本就沒辦法撐案 他只好自己鼻子摸摸 就說那我自己撤簽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說基本上有點sense 人知道這個案子是不能簽的 除非你真的是不想選了嘛 所以我覺得翁曉玲非常的奇怪 那最後講到民眾黨包牌 那民眾黨自己他說 我們黃珊珊 這個黃珊珊就公開的表明 他是不贊成 他有投書嘛 他是不贊成這個翁曉玲的 這個限述法的這個版本嘛 可是現在看起來翁曉玲又說 其實民眾黨私下是告訴我 告訴我是挺我的 那你就問那民眾黨到底 我覺得還是只有黃國昌會出來挺他啦 你就問其他打個民眾黨的立委 還會站出來挺翁曉玲啊 他們看不懂啦 看不懂 看不懂嗎 他們看不懂啦 因為剛剛講到的是說 民眾黨一定包牌 其實民眾黨不是包牌 民眾黨過去有非常多的例子 比如說彩劃法 他們自己不是也提了一個版本嗎 他們最近整個的國會亂成這樣 他們自己其實民眾黨都有提版本 就提了版本以後 進去被國民黨丟包 被人家淹了 他們無所謂 他們無所謂啊 甚至於有自己都忘記舉手的那種 他們自己的版本被淹了 他無所謂 你記不記得林國成 連自己的案子跑到哪裡去都忘記了 都還沒忘記舉手的那種 所以他不是包牌 是因為他們看不懂 那巴西的立委 剛剛我們講到說 楊網軍的那個 春城無處不飛花 那所以網軍當然會往別的地方走 現在是誰掌握了民眾黨的 巴西的立委 黃國昌嘛 所以他有話事權 他現在黃國昌還除了在民眾黨內之外 他還會繼續跟翁曉玲合作 在限訴法在各個要癱瘓 台灣國家的這法案當中 黃國昌都會跟國民黨站在一起啦 因為他現在小藍當成幸趣了啦 我覺得我講一下啦 我是會奉勸民眾黨的朋友 事實上你們如果有自己的版本 你們真的就挺自己的版本 因為說實在的 這個國民黨也不會感謝你們 因為國民黨也不需要你這巴西嘛 他們靠他們自己 他們也過得了啊 因為民眾黨你就 你乾脆就拿出自己的版本 至少有主體性嘛 至少黃山山 你自己有拿出才華法的版本 那限訴 限訴法 他們說他們有自己的版本 你就拿出你自己的版本 至少你保持你黨的格調嘛 像今天張祈愷 你就知道張祈愷 張祈愷今天不是去蹭那個棒球嘛 他說他給棒球隊九十九分 那是因為有一分 怕中華隊太驕傲 那所以下面的這個留言 上超過破萬了 直接去灌爆了 那大部分的那個網友都講說 民眾黨我一分都不給你們 零分 我給你零分 因為給你一分 還怕你們太驕傲 所以你就知道張祈愷你去留那個 也當然你蹭那個棒球 大家覺得很瞧不起 重點是說 大家怎麼會現在對你們這個民眾黨 你們就算要去蹭中華隊這樣子留言 大家都非常的批判 你們神幾何時已經變成過街老鼠 我會覺得說這個真的民眾黨立委 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哎 幹嘛去蹭棒球 想要加大你的流量呢 幹嘛呢 其實我們的棒球隊這一次可圈可點 我可以講這樣子啦 真的是可圈可點 驕傲又怎麼樣 我們台灣棒球隊驕傲我們贏啦 贏啦當然可以驕傲 為什麼不能驕傲 所以我是覺得也蠻有趣的啦 欸 雷師傲 你看一下上百律師抗議限速法 不准修 認為他們修的是有問題的 然後呢 再看看翁曉玲 他說白尾私家都挺他 都挺他提限速法的修法 所以從這些律師來看 你看這些律師 這個是黃翁曉 他說他是馬尤友 他不會否的 合理也真的 他也要做什麼 然後呢 所以看到其實 他說翁曉玲說 哎呀 你們這律師 過去拿多少標案 拿標案最多的 請問老法業案 的法律標哪一個拿到的 他在說利率啊 請問犯項兩千 標誰拿到的 還是他 請問F16標誰拿到的 那個標都是幾千億的 裡面的法律費用 不要多了 0.5%就好了 就多少錢啊 就不得了 請問都是誰拿的 不是都是國民黨 偏國民黨的律師書所拿到的嗎 所以他到底在說什麼 我聽不懂 這律師站出來 就是在跟國民黨說 你這整個國民黨 都叫做法盲 其實也在告訴台灣民眾黨 那法盲 你們也跟著一起走 藍百聯手這個議題 憲訴法 憲法訴訟法的一個修正案 那要幹什麼 那要幹什麼 那叫做卸恨 就這麼簡單 黃國昌說的 那也說得不清楚 黃國昌到底是贊成 你說他贊成 當然不贊成 你說他反對 他也不敢說他反對 他講的也不清楚啊 他說很複雜 不是三年兩語可以講得清楚 所以說嘛 你政治人物三年兩語講不清楚 你不是律師嗎 律師的能耐 就是要必須把很複雜的事情 用正確聽好喔 要正確簡單的言語來告訴人民 你都沒有這個忍耐 你當什麼黨主席 所以我說 所以現在是有民眾黨的人這麼質疑喔 所以如果用簡單 又簡單又正確 就很簡單嘛 翁曉玲這個案子的目的只有一個嘛 他要把那個法定的員額 用當成是一個總額 就是說你譬如說 現在15個大法官 現在法定員 就把你15個就綜合下去 以後你要參與評議 或是要做出判決 全部都要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什麼意思 就是要10個 10個黨有給大家聽 10個都10個黨好快 3個黨好快 現在已經退七個去了 剩八個 還有七個要在行使同意權 國民黨藍百聯手 把你否決掉 永遠憲法法庭的大法官 就只有八個 所以憲法法庭 實質上這個法通過 以後就叫做平白 那個那個其實有人講 那個叫做喝茶條款 什麼叫喝茶條款 就叫你大法官以後 坐在辦公室喝茶 擰薪水 什麼事都不用做 所以叫做擰錢喝茶條款 他這樣子來搞憲法法庭 搞大法官 搞我們臺灣的法律制度 所以你說這裡就太不受氣了 你說我們看到我們也受氣了 我真的朝野學商 我當面問翁曉玲 我問什麼 你問什麼 翁曉玲 你真的是學法律嗎 我很客氣去問 他幫我找找 吳宗憲說是 我說我認為就不是 他的講話 他的邏輯提出這種案 你怎麼會是一個學過法律的人呢 我查他的經歷 還真的是 他說我覺得這對我軟體 就是說這個是最基本的ABC 這個案子一通過以後 臺灣的憲法法庭就停擺嘛 就這麼簡單嘛 如果說他頭髮下去 我也害怕 我李議員 我在聽他說話 我不敢騙 我對他 我也不敢負面評價 但是就是說我對我聽他說話 沒有那個法律人的邏輯 你說以前邱顯智黃國昌 他的講話不喜歡民進黨 可是聽起來又有法律人的邏輯 我相信你都說都不行 但這個案子過 我比較害怕的時候 你如果說白營 民眾黨 你如果要提高 這個整個評議的門檻 跟做成判決門檻 這個可以討論 可是你把法定原署 把他當成是一個總額的話 宣法會聽到他就毀掉了 所以羅醫師 其實大家也知道 你除了議事以外 你也是讀法律的 所以大家就說 他們這麼搞 顯然是要癱瘓國家 因為為什麼 以後他們的立法 他們多數 以後立法因為沒有憲法法庭 因為他們之前的這些立法 擴權法案全部被宣告違憲了 他就把上面的憲法法庭弄掉了 以後他就可以隨便立法 因為沒有憲法法庭 可以宣告他違憲 所以他就可以自議而違 他的目的是這樣子 其實那個 那天看到這個遊行的時候 我非常有感 因為幾年前那個時候 臺灣一開始疫情的時候 為什麼很多醫師會上電視臺 會捍衛我們臺灣人民的健康權 會說藍白不要亂了 這個是很莊重的事情 是關乎人命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繼續坐在診間 繼續看病人 這個我要被你們毀了 我相信這些律師就是這樣子 他繼續坐在他的這個寫字樓裡面 繼續在法庭裡面 他發現連線都被毀了 連大法官制都被毀了 這個國家就要被你搞到天翻地覆 快要完蛋了 所以我譴責翁曉林啊 你說這些律師拿了多少標案 各位我最近發現很多人 常常都是一種過度的心理投射 我就問說你是不是都這樣在處理事情 是不是拿錢才辦事啊 不然怎麼認為說拿了標案 才會去做事情呢 再者這個張旗凱你說這個不要給這個臺灣隊 這個一百分九十九分就好了 怕他們太驕傲 你也在自我投射啊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很厲害 你可以到北檢區那邊大聲嚷嚷 沒有人敢動你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百分 但是對外只宣稱九十九分 我覺得都是得意忘心 各位翁曉筠說什麼 來他說違反國家的尊嚴 是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 難道去這個美國的國籍前面 唱美國國歌這樣也傷害國家尊嚴嗎 諸如此類我要講一件事情是說 沒有錯很多事情 我們看起來都是抽象的法律概念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以後中華民國臺灣的孩子 不管是有沒有學法律 只要你搞不懂什麼是違反國家尊嚴的 你不要看這些文作作的字了 你就看翁曉筠的案子就好了 你就是最佳的具體的勢力啊 你講了一道堆滿口的一道德 說是為國家好 但是呢你在毀心亂政 再把臺灣的命給給斷了 各位什麼叫做違背國家的尊嚴 就是他的行為啊 各位為什麼我在這樣講 我有很多的證據啊 第一個你們常常在那邊嚷嚷什麼 以美論啊 說什麼誰當總統台灣不好啊 你們連臺灣的主權丟掉了 被敵國給幹掉都不在意了 你會在意因為換個總統提高保護費嗎 不合邏輯啊 你們連整個大法官會議都希望他開不成會了 你還會在意說他的這個審核的時候 他必須要下線門檻嗎 也是不合邏輯啊 所以回過來說 各位這些政治人物在做 可是所有人都在看耶 孩子都在看耶 大家都在想說 為什麼國家政治變成這個樣子 要回歸到一個正常理性的思考啊 什麼叫禮貌 對著一個也尊重我們的國家 諸如像美國 像其他的歐盟 我們對他尊敬 就算唱他的國歌 我覺得平等互惠啊 你尊重我尊重你啊 但是對於一個國家 他處心去要把你滅掉 你有什麼理由要去對他禮貌 那個禮貌代表什麼 你的懦弱 代表什麼 你內在如果拿東西就是一種貪婪 代表什麼 你就是背信的國家跟土地 所以所有民眾都很清楚 現在看到這是一場鬧劇 我聽到這個翁曉玲 他接受這個媒體人的訪問 他說這個為了不要讓這個大法官 做出一個錯誤的不當的憲法裁判 所以就讓他不要作為 他不要開會最好 我要講的是說 你可能連行事思考都出現障礙 我們今天的大法官制度就是因為 你寫作業寫不好 大法官說你這下不對要改掉 你竟然說你都亂改 把老師給廢了 請問這樣的憲政機制不就毀了嗎 再者如果你的邏輯是對的 那我也要講啊 那瘋曉玲你當立委有什麼用 你做的東西都是錯的 修得把他越修越餓 那官司你也不要開會 你也滾蛋好了 各位事情是這樣的嗎 所以我想回歸到最後 一樣所有選民要有更高的智慧 我們現在面對一個是國家最大亂局 但是要撐下去 我最近發現說他們聲音越來越亂 亂就是每個人都想要講話 代表什麼 他們已經面對了民眾的這個嚴格的檢核 他們也快受不了 我們要繼續撐下去 所以看到了汪曉玲講這些話 他說違反國家尊嚴是高度抽象法律概念 我要在這裡用一個法律人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也就是很多東西是一個抽象的法律概念 所以無私懷條款就是把抽象法律概念給具體化 你跑到中國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你跟他證明你就是用具體的行為 來傷害了國家的尊嚴 所以雖然國家尊嚴四個字是高度的法律概念 但是這個法律就是要把這個所謂的無私懷條款 就是要把這個抽象的法律概念給具體化 讓大家不要去傷害國家的尊嚴 當他把具體行為 傷害國家尊嚴的具體行為給客觀 具體化了以後他竟然要把他刪掉 讓他變成沒有辦法處罰 司翁這就是我們說這句話 翁曉玲他的作法嗎 這就是尊嚴四在加布袋 你去看 這就是討法律的嗎 他舉的是美國例子 那我很簡單的如果假設 美國跟越南在戰爭 或是美國跟伊拉克在戰爭 或是美國現在去挺烏克蘭 美軍在那時候戰爭之後 跟伊拉克在戰爭的時候 因為他的本土這樣後勤 空運到伊拉克在那時候 結果他們那些總統治療官 看到伊拉克的國旗 好 政理 這個總統 當場我看一定打軍法 打越戰也是一樣 所以他這個目的要幹什麼 他跟他講得很有得力 那個違反國家尊嚴 高度的抽象法律概念 我也算不太高度抽象法律概念 他們就不用處罰嗎 所以說 要把他具體化嘛 他的目的是要做事 你知道嗎 這不就是把吳思維 挑戰給具體化嗎 傷害了國家尊嚴嗎 所以說 他這個如果通的話 過的話 就很簡單 我們的軍人 開到中國那邊 或是領我們的 現在要領我們的 退獎 大家三六千的 兩六千的 都走了之後 全部卸下新房 有夠好的 到中國去 我們都會找到第二村 再回台灣 領台灣人 吃台灣台灣 米喝台灣水 回到台灣 游走在兩岸 我們也不要有國軍了 所以你看看 他對憲法法庭 他說 他明知道 如果這個案子一通過的話 整個憲法法庭聽白 他說聽白也沒有什麼 他現在跟你說 軍人不效忠國家 到最後也沒有什麼 可惡啊 欸 政賢 這你們官民黨的 部分區立委 這就行喔 大家都在質疑耶 怎麼看呢 我覺得翁曉玲話 還是少講一點好了 講真的 我們同黨有這樣子的立委 真的是蠻丟臉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講 第一個 你說這個違反國家 這個尊嚴 是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 好 以法律來說 這樣子可能沒有錯 但問題是說 違反國家尊嚴 對一般民眾來說 是不是能夠把它具體化 有一些指標 這個是很明確的嘛 你退降你整天一天到晚 到中國大陸去 甚至是參加他們 這種有政治性的活動 甚至是很明顯是一些統戰活動 甚至是國民黨還有一些退降 到中國大陸去 跟他們講說什麼 要一起跟他們修抗戰史 拜託 欸 照翁曉玲的邏輯 翁曉玲不是很愛講說 這個他是中國人 好那如果 如果我們就他的邏輯來講好了 他希望未來要統一 他希望說 我們他主張都是中國人 如果照你的邏輯喔 你現在我們現在跟對岸 我們跟中共 我們還是內戰關係 我們是這個敵我的關係 那如果是這個邏輯 你的退降 跑到對岸 然後去那邊聽人家唱國歌 你覺得這個是正確的嗎 這個就問翁曉玲 這個是完全照他邏輯來講 然後他也在講說什麼 唱美國國歌或致意美國國旗 也算是障礙國家尊嚴嗎 拜託你真的是在講什麼屁話 我講真的 美國跟我們是屬於內戰狀態嗎 美國有一天到晚想要攻擊我們 想要打我們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翁曉玲還講說什麼 他說這個民進黨執政之後 修了那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說限制退降到中國大陸必須要報準 然後不可以有妨礙國家的尊嚴行為 請問一下這個有什麼問題 我們一大堆退降然後到那邊去 連抗戰的歷史都搞不清楚 還一邊呼應對岸的統戰手法 說要一起共修這個抗戰史 這很明顯嘛 就是因為已經有一些人被滲透 那你說翁曉玲好了 我即便想要退萬步言 我想要相信說 他只是一個這個從學校出來的學者 不食人間煙火 然後這個講的東西違背主流民意 可能很善心的想要幫他這樣子想 那問題是他講的這些種種 我必須要講 真的是大家沒有辦法理解 當初為什麼要訂所謂的吳思懷條款 當初吳思懷這件事情 是連國民黨內部大家都在罵 都在批評 所以後來通過的時候大家沒有意見 那請問一下翁曉玲 你現在提這件事情 是有何居心 我就想問嘛 所以說本來想要連署他這個 法案的人就不多了 因為大家有所謂的政治敏感度 而且你很難去說服人家 而且翁曉玲我講真的 他不是還做了一張圖嗎 就是在講說 那些參與遊行的這些律師等等 全部都是律遊遊 然後是要守護賴清德等等這些 我仔細去看了一下名單 裡面有幾個律師 我就不直接點名 裡面有一個律師 他是人道律師 甚至還有幫傅昆奇打過這個 打過官司 然後裡面呢 有一個是這個金融法務的專業律師 他還幫這個胡定武 大家都知道 他是國民黨的 胡定武是國民黨的啊 幫胡定武的兒子 在弄這個接口支付相關的事情 那這樣子算是律遊遊 然後裡面還有一位 他有這個前建榮律師 他是這個前法官 被大家稱為是法界的這個良心 很多這個法律的學子都很愛戴他 雖然這個黃國昌曾經也曾經被愛戴過 但是問題是說什麼 他在法官任內做出很多良心的判決 你很難把他認為說 他就是全部去挺民進黨 最好笑的是翁曉玲這張圖 他上面還特別把某一個部分圈出來 他圈什麼 廢死律師 請問一下 你這件事情跟廢死到底有什麼關聯 你每一次要去連結廢死幹嘛 反對廢死的人確實在臺灣是佔大多數 但是問題是這個跟今天站出來 反對你這個提案 這個是兩回事啊 所以翁曉玲他這樣子 就把他不當的連結 只呈現出了你跟民意非常的脫節 而且你就是一意孤行 而且一意孤行的結果呢 不是只有害到你自己而已 你害到你自己 那不干我們的事 問題是你賠進去的是整個國民黨 所以從這裡來講 看起來國民黨這個翁曉玲啊 做得越久啊 民進黨越高興耶 看起來是這樣子喔 還是說台灣真的會被給翁曉玲害慘了 這兩個命題全部都對 有意思喔 其實如果翁曉玲做越久 我其實不在乎民進黨是不是高興 但我會覺得翁曉玲做得越久 其實會讓很多台灣人越傷心 怎麼回事啊 我們一個國民黨 這個台灣一個泱泱大的 這個第一大的在野黨 然後號稱是百年政黨 怎麼會去推出一個不分區 那跟像我這種的法盲一模一樣 搞不清楚那個法條到底會對於法律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憲法法庭我們其實這幾天討論都知道 98%其實不是他處理機關的事情 其實都在處理喔 這個很多人民所關心的法律事項 但是他不知道 他的眼睛裡面只有政治 我講個最簡單的一點 他講說這個 我們的誰退將啊 叫去天安門的時候 難道都要叫他們遮著耳朵 然後嗚著眼睛嗎 那為什麼我們的退將要去中國呢 你知道現在川普他要驅趕的是 是吳正的毅靈的中國籍的男子 因為他們偷渡到了這個美國去 但是為什麼翁曉玲他心裡面 他的祖國是中國 這是真的讓我們搞不懂的地方啦 所以從翁曉玲的看法 其實也許他繼續存在 真的會傷害國民黨 對民進黨有益 但是我們更在乎的是 他傷害了全台灣人民 傷害了台灣這個社會 傷害了台灣的法治 這才是翁曉玲以及國民黨致命的地方 不過在這裡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的前立法院院長王建平 他去中國拜訪跟宋濤會面 提兩岸共識 結果宋濤回他什麼 回他說堅持九二共識 而這個九二共識沒有一眾各表 顯然的 因為習近平已經定調了 所以這個事情 到底怎麼一回事 現在人民也非常的關心 所以民意怎麼來看 因為王金平王院長 你跟他也蠻熟的啦 然後看到這個 他提個兩岸共識 結果宋濤說兩岸共識 就是九二共識 這有去到沒去 不一樣 就我了解喔 就是王院長他在12月8號 12月8號 他在世貿辦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呢 他想要提出一個新的兩岸的主張 對 新的兩岸的主張 連中國都不甩他 直接就講說堅持九二共識啦 對 這對王院長來講 是一個考驗啊 那看起來他現在想要這個 就是他認為說 國民黨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如果一直抱著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九二共識的審主牌 那只會讓國民黨的選票 可能會越來越小 那對對 但是勇哥你講到了一個重點啊 因為王金平他想要提出的兩岸論述 現在還沒有真的端出來吧 但是就我瞭解他12月8號那個會議啊 找了蠻多人的 至少他有先邀請呂秀蓮 然後呢他有邀請羅文嘉 可是羅文嘉這邊應該是沒有要出席 甚至就我瞭解他還想要邀請民進黨的 林宥昌秘書長 那還想要邀請蘇靖長 想要邀請郝龍斌 來幫他背書 可是你找到重點 就是王金平的這一套 他想要先推他的這個兩岸的觀點 所以他先去找了宋濤 可是宋濤跟他開中民意獎 就是九二共識這個字 就拒絕了 對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他如果想要用這個兩岸公司去幫 不管是幫國民黨 或者你說他自己很熱心 想要去幫台灣找一個所謂的新出路 甚至想要跨黨派的話 但是看顯然的這個第一關 甚至國民黨的這個九二共識 他已經寫在黨章裡面 馬英九還在 你要怎麼樣去推翻九二共識 我會覺得對王院長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大很難的一個課題 所以你看到今天自由時報 周景文的特稿也蠻有趣的說 宋濤很忙耶 忙什麼 因為太多台商都要撤資了 很多外國人的直接 外國的直接投資在中國 急劇的下降 連續十七個月急劇的下降 所以他要拜託 他說 鼓勵燃營的地方首長 正面呼應北京的觸容動作 還要在九二共識嗎 然後第二個呢 他勸說台商停止從中國特資撤廠 很多台商已經撤資撤廠了 還要配合什麼 繼續回去 他說希望各地台氣 台氣聯的組織 即時舉報可能撤資撤廠的台商 所以換句話講 他鼓勵台商這廖北亞 鼓勵台商去舉報什麼台獨 這樣子對我們台商 如果他不要說沒事 說一下我看台商的走更快 我覺得其實宋濤的這些行為 其實都是因為急了 因為我發現他的手法越來越粗糙 他今天找誰去 找王金平 你想一下事情 為什麼要找王金平去 容許我說 怎麼會突然找古木奇兵 他不是很久沒有出來 古木奇兵 古木奇兵很久沒在演 突然從裡面挖出來 對啊 那另外部分是 這個是在商延商 王金平去 台商就會去 這些商人真的沒有智慧嗎 現在可以衝去中國嗎 大家都想要跑出來 我們經濟部最近也要協助很多台商 能夠有智慧 有方法的離開中國 然後到南向或美國去投資 最近我們的投資都往美國去 因為他清楚 現在國際的險學是什麼 要做生意 第一個 你的國家體制要正確 如果你是威權體制 沒有用啊 看看過去 我們說阿里發吧 看看那些大企業家 賺再多 一指命令下去 什麼都沒有 台商是傻瓜嗎